诶 这里怎么有个姑娘呀 不会是 姑娘 姑娘 你在干什么呀 你别想不开呀 啊 想不开什么呀 你在想什么 啊 我刚刚看你一个人坐在那里 我以为 你以为什么呀 我在放猪呢 你看 放猪 哦 不好意思 刚刚吓死我了 我在放猪 诶 你们这里的猪 怎么是黑色的呀 这个是山猪跟其他的 就是不一样的 都是你家的吗 嗯 对 就是我家的 养的猪 姑娘 刚刚不好意思啊 没事 诶 对了 我看你这个年纪 应该是在上学吧 对 我刚刚大学毕业 然后返校创业了 现在 我看现在的 年轻人都喜欢往城市里面发展呀 你怎么选择回到了这里呀 我想为我的家乡 充分力 然后 和他们创创业 谢谢 哦 你这个想法也 太好了 哎呀 就是这些猪 我跟我爷爷经常过来看 然后现在都对他们有很深的感情啊 只不过 现在我的爷爷村里的地方呢 去哪里了呀 他今天怎么没来陪你 哦 对不起啊 我真的是 哎 哎对了 你不是说 你跟你的猪有很深的感情了吗 对啊 你现在能把他们叫过来吗 可以啊 我都给他们 真的 那这头 这头黑色的叫什么呀 它叫小黑 小黑 那旁边那头黑色的呢 也叫小黑吗 是的 它叫闪电 闪电 对啊 你为什么叫它闪电呀 因为它是它 里面 和最快的那个 你把他们摇过来一下呗 哈 快没有 所以这个 哇真的呀 叫它 叫它跟拉拉拉就好了吗 试一下 拉拉啦 拉拉拉 这个 RED 太可爱了 有些时候 我都想跟他们一样 什么事情都不用干 只管吃草 最重要的是 还有你这么一个好看的姑娘 陪伴着他们 那你变成一头猪 让我给你来看你啊 这 不太好吧 你真会开玩笑 那你自己说的呀 对了 你是来干嘛的呀 我啊 我是过来旅游的 趁现在年轻 多走走 多看看 把所有想去的地方 都变成自己走过的路 好的 那你吃饭了吗 我吗 我吃过了 要不如再去我家去做一点吃吧 不用了吧 这太麻烦你了 不用那么切碗的走吧 就方便吗 方便 走吧 我们家就在那上面了 那太麻烦你了 麻烦走吧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